台阳麻烦你分享那些狮子图出来 狮子?好 等等 狮子图片 这些狮子很搞笑 狮子图片 这个是国内广州动物园的 当时有人找了一些狮子图片出来 第一张 为什么狮子剪了头发 剪到齐阴 我看到已经觉得奇怪 为什么你一开始看到这样就觉得狮子是会剪头发的呢? 怎么会是剪的呢? 你傻子 怎么有人会有胆帮狮子剪头发呢? 你想想 你想想有没有胆 那时候有些人是这样传 就是说有人帮他剪头发 剪到这样 你当他是猫吗? 虽然他是猫科动物而已 你真的当他是猫吗? 你要帮猫剪毛猫都不一定肯 老实说 真的不是说笑 当然了 这只狮子 蓝狮子 就叫寒寒 下一张 看看下一张 下一张 当然了 有人就说 连一只女狮子都不理他 发型这么肉酸 不是吧 其实大家要记得 就是广州过去一段时间 都是下雨 其实大家要记得就是 你一段时间下雨 你如果是长头发的人就有这个经验了 就是长一点头发的人这个经验了 你打完雨之后那个头一定是好像狮子那样齐晒阴的 其实就是 除非你下了很多噴发膠 定型的 定型的 如果你没有定型的话就一定是好像他那样齐晒阴的 哈哈哈哈哈哈 都挺好啊 不要遮住眼睛 哈哈哈哈 所以我觉得很搞笑 我觉得狮子都会剪头发的 就是 哪个会这么无聊啊 老实说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啊 这些人 都是一件很大的工程 首先 如果你真的要帮狮子剪头发 我觉得呢 首先要全身麻醉 令到他陷入昏迷状态 这样才是安全的 还有还要把铁铁绑住他 万一他醒了 挣扎 咬伤人就很大件事 对不对 喂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要帮他一只狮子剪头发 有什么经济效益 哈哈哈哈 会不会引多些人去看这个动物园 不会的嘛 是啊 所以就是我一听到 我都觉得奇怪 怎会有人会传这个 而且是有人信 哇 他剪了头发了 剪到这么坏啊 这样 就是动物园要炒了 那些人 有些人还出来说 其实我一看到就觉得很奇怪 你有没有想想 就是会不会真的帮狮子剪头发先 就是我一看到就已经觉得没可能了 其实我自己 就是个人呢 当然是比较粗浅了 之后 第二天 没有下雨呢 这只狮子的发型 又变回正常了 又干爽了 又干爽了 哈哈哈哈 接着又下雨 又是变回了刚才的样子的 这个是另外一只狮子 另外一只狮子来的 这个就是 这个是非洲的狮子 这个应该是肯牙的 都是头发乱了的了 一下雨就 湿了 下雨的时候 每一只都是这样 如果你有看 就是悲悲思那些纪录片 你就不会觉得 会有人帮那些狮子剪头发的了 因为真的不可能 就是太空猛了 那些狮子 那些狮子有关的那些纪录片 David Attenborough那些 你就会知道 就是很凶猛 而且很残忍的 那是不是真的 可以有个人 去帮他剪头发呢 千万不要觉得会是这样 不可能 就是有些人在那里传的 他说 不是苦毒不吃义吗 是 第一 这些是狮子 不是老虎 第二 他就是这么说 他不是吃自己的儿子 他是吃别人的儿子 明白吗 好了 那么Jackso2008 也要多谢你的支持 那么 深水堡 倒棍就说 杀死小狮子是维持族痕血统 那么 那么 当然是这样 他是天性来的 这些没得改的 那么另外 就是当然 就是 那些狮子的头发干了 就是会松泡泡的了 就会 这一只又在非洲的 这只在肯瓦的 那么 ET就好在狮子不懂照镜 是人好事而已 狮子就没那么麻烦的 那么 托拉西夫就说 就是那些泛民症棍 那样别人的孩子 死不完 那样 哈哈哈哈 这就是不是狮子 那是狗 不是 我就是要告诉大家 你如果要帮狮子剪头发 你唯一一个方法呢 就是找狗去扮狮子 因为之前在内地有个动物园 也试过是这样的 找狗去扮狮子 那 那这个要说回 你如果在美国的话 这个东西 在国内应该都买得到 这个呢 有得卖的 这个就是狮子毛 这个就是在Walmart 现在卖的狮子毛 给狗用的 挺过瘾的 就是给狗去扮狮子的 那在国内应该都可以买的 我不知道 国内有没有 我没有查过国内 但是这个呢 我就在Walmart那里见过 这张照片也是在Walmart那里偷回来的 就是 狗用的假发 是的 就是一个狮子毛 就装在狗那里 就是 唯一这样 就可以帮狗剪头发了 帮狮子剪头发 可以 就是假的 不是吧 狮子发型很怀旧 六至七十年代的 这一只 不知道 这一只呢 看起来 就多了些 跟真的狮子 就差得很远 真的狮子 哈哈哈哈 其实就 真的好过狗戴狮子毛的 哈哈哈哈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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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动物园 用狀鳗去扮狮子 用毛头式去扮 之前有消息传过 但是是不是我也不敢确认 因为我也不知道 当然大家都有玩的 当宠物什么都可以玩 台湾地区就很流行玩 台湾地区 那些人可能比较无聊一些 无聊 很多玩具玩的 狗那些 很多头饰 衣服 其实我在这里很少见 青山逃犯麻醉员就说 狗说发生什么事 这个是给主人玩的 狗如果照镜的话 他不知道的是自己 因为狗很有趣 狗过不了照镜的一关 如果他在镜里看到另外一只狗 其实是自己 他会吠那只狗 我看到很多狗都过不了这一关 不过我也不敢肯定 每只狗都是这样 Caro Charger说 狗照镜会觉得威风很多 不会的 应该是 狗是不知道照镜里面 镜里面的是自己 也要多谢Michael S和LionKing88 多谢你们的支持 不是吧 狗白了CG照镜会会吓到自己 他以为有另外一只 这样的东西在对面 他就会 他不知道是自己 那么龙眼妹就说 是的 我也试过 狗照镜不断吠 他以为镜里面是另外一只狗 他不知道是自己 那么 究竟照镜知道镜里面是自己的 其实小孩子最初都不知道 就是我的经验就是 就是小朋友 如果只有几个月大 你让他照镜 他不知道镜里面的是自己 应该是要过了六七个月大 才照镜 才知道镜里面的是自己 要学习的 也要 他要过了智商的某一个水平才过关 这件事叫self awareness 我中文 我不知道怎么说 他英文其实我理解 就叫做mirror test mirror test 是的 英文就叫mirror test 刚才就是mirror self recognition test 或者MSR 那么 镜子测试或者 小朋友 刚出生到六个月 其实我的理解 就不是很知道镜里面 是自己的 人是可以通过测试的 到了大了之后 那么 当然要大到某一个水平 那么 有些动物都可以过到的 但是不是所有动物都可以过得到的 有些专家就说 人要去到18个月大之后 才会通过这个测试的 但是我试过 找个儿子试过 其实六个月他就会知道镜里面是自己的 是他自己的 六个月就通常都可以的 其实就是 我找过其他孩子测试过 就是六个月他就知道镜里面是自己的 只要六个月 就是一出生是不行的 是过不了的 肯定过不了 会吓到的 他见到另一个BB 他会吓到的 要不就会笑 他笑就知道不是自己 他不知道是自己 应该这么说 好了 Banana Lian 亦都多谢你的支持 还有就是 Carol Carol Chow 多谢你的支持 C King Chan 就说 把狮子用针打匀 就可以剪毛 那我的理解就是 因为这些是野生动物 你是没必要帮它剪毛的 就是不用帮它梳毛那些 就是为什么有时候狗那些要梳毛呢 就是因为狗那些毛呢 就是打了细 是因为那个基因 就跟它原始野生的基因是不同的 所以一定要人帮手才处理到 好了 Sandja Tam就说 台仰的狗有没有照镜 其实可以试一下 台仰 下次你拍一条影片 我没有试过它 我没有试过 从来都 人类命运共同体 他就说是自我意识 我不知道是什么 我不知道是什么 我就知道Mirror Test 自我意识 我也有玩过 好了 当然 如果你一听到有人帮CG剪头 说你是信的话 不好意思 都要说一句 你的智商就有些问题 对不起 或者知识有些问题 哈哈哈 小学就毕业 是啊 Happy Wonder 就说狗是家里的宠物 狮子是野生的 也不是宠物 是的 所以有些人是搞错了 因为狗是纯化了的 动物 它有些特征跟野生的 是不同的 野生的它自己搞得了 野生的狼 是的 龙眼妹就说 在香港见过那些人 帮那只狗染到彩虹色 这么厉害 彩虹 哈哈哈 是不是陈志全的 那只狗 帮他宣扬 那只狗 那只狗 好了 狮子说到这里 好了 休息一会儿 接着我们回来再说 其他话题